我们都知道,在中国近代有一支远征军,这支远征军由十万人组成,是一支在抗日时期中国前往缅甸的抗日部队,这也是这支部队第一次去别的国家参与作战。 在这次抗战中,这支部队损失了将近七万人的战斗力,而日本专题军队也被消灭了差不多五万人,可以说在这次战争中,远征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然而就在这支部队里出现了很多的故事,今天说的是一个远征军和一个日本女护士的故事。 抗战结束后,这个日本女护士留在中国,几十年后,有钱的父亲找上门来,在1945年新义军201团拿下了拉音功后,但是有十几个日本兵投降了,其中包括一个随军的女护士,那些男性日本兵则被缅甸的游击队枪杀。 只剩下这个女人,当时她年纪轻轻,而且长得很好看,看到自己被俘虏了,十分的害怕,在当时如果带着俘虏作战,是很容易被敌人发现的,所以他们决定杀死这个女护士,正在这时,身为上尉的刘运达保护她,说她不是拿枪敌士兵,没必要杀了她,因为刘运达这个人很受军中美国人的喜欢,所以大家留下了那个日本女护士, 这个女护士名叫大公敬子,毕业之后就随军当了护士,其实她并不喜欢战争,因为这次刘运达的出马,自己没有丢掉性命,所以她决定跟随刘运达,并且在随军过程中,开始帮助这支军队和刘运达一天又一天的相处中。 她喜欢上了刘运达,在战后,他们两人结婚了,并且到了刘运达的故乡生活。 在到了白沙镇以后,静子也完全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,她已经完全融入了,甚至当地的居民也觉得她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。 她甚至有了一个中国名字,从此就一直用着这个名字。 她为刘运达生了儿子,但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原因,刘运达的生活非常的不顺,她和儿子只能去甘苦力,而自己的大儿子也因一次事故中去世。 1977年的一天,县里的人突然来找她,问她的真名是不是叫大公静子,原来是她的父亲来找她了。 她的父亲名叫大公义雄,大公静子跟随她父亲回到了日本,后来刘运达在日本再见到静子时,她吓傻了,静子衣着华丽旁边还有她的高级轿车静子的家更是气派无比。 这让刘运达父子俩十分惊奇,原来在静子离家后的三十多年里,她的父亲成为了一个富豪资产百亿,但是静子还是没有离开刘运达父子,后来他们在日本生活十多年后,因为刘运达不习惯在日本生活,所以他们又回到了中国来,过着平凡的生活。 而大公义雄去世后,他的百亿资产交给了他的外孙刘崇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